滾水下面条 细细的面体不用久煮 三分钟即可出锅 还在冒着热烟 马上过冷水让面条降温 再泡入冰块水中冰镇 保持它弹压的口感 日本的文化有一个年糕糕糕 年月糕糕糕 这个就每一家都在家里会吃的 都是每一家的妈妈会帮我们煮 所以每一家的味道和煮法都不一样 乔麦面是日本人在12月31日跨年夜 必吃的年间美食 享用时切记夹取一口分量 只沾取三分之一酱汁才能尝到面香 用柴鱼高汤跟小鱼干制成的沾汁 咸甜咸甜让面条更滑溜顺口 我们家的话比较有烫面 因为我老家在新瀉县 比较冷的地方都是比较喜欢吃热的 日本的厨戏又称作大会日 由于乔麦面细细尝尝尝 日本人相信在午夜12点之前吃完 新的一年便会健康又长寿 被视为吉利的食物 调味要腌下去 腌到味道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晒 晒到把它的自己的水分弄出来 就比较有鱼的味道 可以吃的出来 好 烤一叶干也是餐厅的招牌菜 每日限量20位 这道风味需要时间翠炼 新鲜五载鱼每条严选半斤重 用清酒跟昆布淹一个小时 再风干个8到10个钟头 带水分蒸发才能锁住天位 上百度高温慢火烘烤 逼出的鱼油在表面闪耀着光芒 又吃了很多种鱼 但是烤起来就它真的一点都没有腥味 而且肉也是比较嫩 但是有油脂的样子 左经健太郎当初在寻找台湾食材时 尝到了五载鱼 油多肉也多口感细致 他用下道来形容当下的感受 配上梅子烟的莲藕清爽解腻 身为料理长 他从新系来台十多年 说起中文以沟通无碍 入境随俗也讲究吃在当即 像这个的动作也是 但是为了口感好一点 店里贩售的海鲜 每日从基隆鱼港新鲜直送 依照鱼种及部位来决定厚薄与切法 像海鲤鱼叫Q脆 就得借助刀纹 让口感不至于太韧 鲑鱼油脂多 肉质较软而筋少 就用厚切增添口感 金黄蛋液一碰到高温 马上飘出浓郁蛋香 这道土鸡蛋玉子烧 熔灯每桌必点 做起来说简单不简单 要一层一层重复淋上蛋汁 包覆在内的是湿滑柔软的蛋皮 重复卷上三层塑形 上桌时让客人自行切开 这间日料餐厅发源自日本餐饮集团 来台展店开在东区百货内 还能经营18年 靠的不仅是掌握客人的味蕾 可以自己切 一缕缕白萝卜细丝切来很费功夫 为何不交给机器切呢 佐金先生说 他们店就是主打轻力轻微 尽可能用手工的料理来满足客人的口感 像这碗看似豆花的豆腐 吴天佳就是单纯的黄豆香气 也是出自厨房手作 请我们的配合的产商 帮我们做特别调的豆浆 然后再把它自己弄加热 然后再加一点腌卤 然后再我们自己做那个口感的豆腐 竹笼里的五品前菜 雅致又保有日式家常感 南瓜点缀鸭肉味噌 提升了整体甜度 青菜也不单调 小小一盘竟藏有菠菜 韭菜 线菜 三种层次风味 不会用到特别贵的食材 就去食材就拿得到的东西 哪一个鱼比较好 下个月就会骗哪一个鱼比较好 我们都会自己去调 品牌从日本插齐台湾 除了引进日本食材 更懂得配合食令 选用在地渔货 透过职人的翘首 变化出滋味丰富的核实风味 出品派出滋味 出品派出滋味 我们最后一天再次 感谢观看